近日,赵丽颖新电影《迂火之路》发布新的预告片 影片中,萧央、赵丽颖、刘烨组成打拐三人组 可以说,拐三角组团上路,很掐很打都不怂 全员很人辣,不好惹 在电影《迂火之路》新的预告片中 萧央、赵丽颖、刘烨在片中互掐情节也很带感 这事又很又爽,丢了孩子的人就像丢了魂 太疯狂了 萧央出演的《老崔》演出了八百个新演字的那位 赵丽颖出演的李红英,眼神充满了疯狂和冷静 刘烨出演的赵紫山,把刀耍得干净利索 光预告片,就把《迂火之路》狠狠期待住了 电影《迂火之路》之所以备受关注 不仅是打拐题材热度高 而且还是汇集了赵丽颖、萧央、刘烨等演技时力派演员 尤其是赵丽颖和萧央 还是继《谁是凶手》后的二搭合作 值得关注 赵丽颖这次在新电影里 饰演丢了孩子 走上《打拐之路》的母亲李红英 这个角色和以往不一样 反差感很大 人物也更加复杂 对于赵丽颖来说 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 突破性很大 从电影《迂火之路》发的预告来看 萧央、赵丽颖、刘烨出演的《打拐三人组》 一个比一个不好惹 像影片中 赵丽颖饰演的李红英说的 找孩子是要钱的 我得把你卖了 才能有钱 怎么样 别看赵丽颖李红英是个女流之辈 在寻孩子的道路上 在复仇的道路上 残酷的现实已经把她逼疯了 所以说 在与人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中 又狠又疯 才能《迂火》重生 好了 敬请期待吧 近日 赵丽颖新电影《迂火之路》发布新的预告片 影片中 肖央、赵丽颖、刘烨组成打拐三人组 可以说 拐三角组团上路 狠掐狠打都不怂 全员狠人啊 不好惹 在电影《迂火之路》新的预告片中 肖央、赵丽颖、刘烨 在片中互掐情节也很带感 真是又很又爽 丢了孩子的人就像丢了魂 太疯狂了 肖央出演的老崔 演出了八百个新演子的那位 赵丽颖出演的李红英 眼神充满了疯狂和冷静 刘烨出演的赵紫山 把刀耍得干净利索 光于告片 就把《迂火之路》狠狠期待住了 电影《迂火之路》之所以备受关注 不仅是打拐题材热度高 而且还是汇集了赵丽颖、肖央 刘烨等演技师力派演员 尤其是赵丽颖和肖央 还是继《谁是凶手》后的二搭合作 值得关注 赵丽颖这次在新电影里 饰演丢了孩子 走上《打拐之路》的母亲李红英 这个角色和以往不一样 反差感很大 人物也更加复杂 对于赵丽颖来说 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 突破性很大 从电影《迂火之路》发的预告来看 萧央、赵丽颖、刘烨出演的《打拐三人组》 一个比一个不好惹 像影片中 赵丽颖饰演的李红英说的 找孩子是要钱的 我得把你卖了 才能有钱 怎么样 别看赵丽颖李红英是个女流之辈 在寻孩子的道路上 在复仇的道路上 残酷的现实已经把她逼疯了 所以说 在与人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中 又狠又疯 才能浴火重生 好了 敬请期待吧 就让我让你去吧 观看 下车 万人贩子斗勇的过程中